虽然只是随堂措施 希望大家也要认真对待 打小抄的同学 不要给我自作聪明 这样欺骗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们自己 拿出来 起来了 醒醒 考试呢 你 你说你睡觉就睡觉 你用我那么严实干啥呀 回作科代表把诗卷分发下去 你们同学之间呢 相互攀卷 好 我们下课 去把苏姨的卷子给我找出来 去把苏姨的卷子给我找出来 去 去 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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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家语 你 去 你 看我给你改错几道选择题 你 看看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请坐 昨天隋唐测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首先要表扬一下 每位同学的判卷都非常地认真仔细 但是成绩还是不理想 一百四十分以上的同学只有两个 满分只有一个 苏玉 这个我不说 大家也知道 课代表把诗卷发下去 咱们今天开始讲题了 设O为终点 连接DB 再连接OM 最后得出结论 OD等于OM 好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说 你是不是告诉老师了 我 我真没有 我要告诉老师了 我 我就是小狗 那我给他改错的答案 怎么又给判对了 因为他不可能错 为什么 因为他从高一到现在 所有科目的医卷全是满分 从来没扣过一分 就一次扣了一道题 结果 结果什么呀 结果他也有错 那他见天的睡觉啊 他睡觉是因为 他都会了呀 老师看过你的实卷 知道有同学 恶意修改你的答案 老师已经帮你改回去了 谢谢老师 你常年全校第一 难免会有同学嫉妒你 你别往心里去 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了 老师 靠 苏玉 吃饭喽 来 老苏 这 这你们怎么来了 送点包子 怎么这么客气你说 丑爷 你又怎么好吃的来了 快洗手去 我也要和哥哥一起洗 好 那我拿个碗筷啊 快洗手 快洗手 也不知道这闺女随谁了 姑娘嫁嫁的一天到晚这么讨 这闺女越皮实啊 以后越不爱欺负 是啊 我给苏玉买了双鞋 你回头让她试试 看穿上合不合脚 这可不行 这孩子在你那儿吃点喝点就行了 街里街坊呢 这不敢说我啊 你看你 你说你天天帮我接朵朵上下学 给我省了多大功夫啊 这隔三差五的 还去给我打个下属五的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要是没有你啊 连个摊都支不起来 我那算什么呀 那不就是上下班的事吗 我这是给孩子买的 收不收的 得孩子说了算 我跟你说 这男孩啊他得穷养 不能惯着 是得穷养 可你这也太穷了吧 你瞅瞅苏玉脚上那双鞋 前年买的了吧 那鞋底的胶都开了好几回了 没法再穿了 她不在了 她只要有件衣服穿就行了 懂不懂呀 我跟你说 苏宇现在是青春期 这个年纪的男孩 最注重形象了 行行行 我要再不收 我看你要跟我急了 手指 咱来试试 谢谢她注意啊 来 叔儿 叔儿 这是我大一家鬼儿摘的 我妈要给您送过来点 这大苹果长得可真不赖啊 你说你妈有什么好东西 总是想着我们 你瞅瞅 你瞅瞅 有个能干的妈就是不一样的 这衣服都洗得这么透亮 叔儿 这是学校刚发的 我都还没洗过呢 你们学校新发校服了 对啊 全二都发了 您不知道啊 那怎么没见苏宇拿回家啊 她可能没订吧 因为这是自愿的 谁交钱谁领 苏宇呢 她走了 是是 早走了 行 那我也走了 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苏宇现在是青春期 这个年纪的男孩最注重形象了 都穿着新的呢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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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眨眼睛没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朵朵 没事吧 叔 别慌 对不起啊 你慢着点 你慢点 你慢点 你慢点